Hello, 大家好, 我是V.Tai 見到這個是我的國際車牌 因為十月頭準備和家人一起去外遊 所以就上了香港的政府網站 最方便家去申請這個國際車牌 過程非常簡單 也不需要親身去到運輸處 就可以拿到這個牌照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整個流程的話 記得看片前讚好和分享我的頻道 一會見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V.Tai Channel 退休亞太日子 今次和家人外遊的目的地 是日本的名古屋 我們香港人外遊都會選擇自家遊 之前都要親身到運輸牌照的事務處 去申請國際車牌 但現在運輸處已經推出網上新領國際牌 方便市民 如果是持有個人數碼證書的合資格申請人 就可以經過政府一站通的網站 去辦妥整個申請的流程 然後經郵遞的方式 去收取國際駕駛執照的許可證 運輸處收到申請之後 一般會在十個工作天之內 就以掛號的形式寄回申請人 在我們未開始準備用脂肪片加之前 大家先準備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你的住址證明 你可以用煤氣、水電 或者銀行月結單做地址證明都可以 然後記得拿你的銀行信用卡 用來做支付工具 最後就準備相片 那我們開始吧 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我都喜歡把政府的APP放在一起 好了,我們這次準備 按至方便 然後按進去 來到第一個版面 見到有很多不同政府的資訊 我們記住按登入 然後它就會轉 接著去到第二版 來到這裡 這裡有很多網上服務 可以逐牌照 不過我們這次按這個 國際駕駛許可證 按下去 開啟 到下一版 這版很清楚寫著 網上申請國際駕駛許可證服務 然後下一步 去到這版 我們見到它所需文件 它說登記可以用轉數塊 繳費零或者Visa Master 但我自己是用不到繳費零 這裡已經註明了 繳費零是暫不支援透過流動裝置 包括手提電話或者平板電腦 最後我就選了銀行信用卡支付 來到這一版 就是我剛才提示大家的 要準備一個地址證明 另外就是相片 最後要確保 二方面 家用戶裡可以用數碼簽署的功能 即是你曾經已經做過 甚至持有個人數碼證書的合資格申請人 之後有一些注意的事項 總共有八點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最後就要閱讀明白 然後選擇上去 好一次給大家看這個圖片 剛才就是所需的文件 需要的相片 你本身是有志方面的簽數碼簽署功能 注意的事項八點等等 然後看完沒有問題 我就要選擇 之後就去到下一版 按紅色的下一步 之後它會變成灰色 那我們就來到這裡 步驟二填寫你的個人資料 記住在第一項 稱為裡面有一個選擇 裡面有得選擇的 我選了小姐 然後出生地點 同樣要選擇香港 然後加上你的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以及你申請的項目 我就申請私家車牌照 之後下一步 來到這裡 步驟三 上傳地址證明 注意的事項都寫了 成功申請運輸處 會在十個工作天內 將國際的駕駛許可證 以掛好的郵件寄到你的通訊地址裡 這裡還有一個圓圈 叫做確認上述的地址正確無誤 我們按進去之後 就來到下一版 步驟三 上傳住址的地址證明 剛常叫你一些 譬如我用銀行的月結單 已經放在圖庫裡 然後我們按選擇檔案 就有得讓你選擇了 相片的圖庫 之後你選擇了地址證明的圖片之後 就到下一步 上傳了地址證明之後 就見到是JPEG的檔案 之後就按下一步 之後你要核對上傳地址證明的資料 檢查是否正確 因為我之前上載了銀行的月結單 也看到我簽法的組織 是恆生銀行簽法的日期 之後以上資料正確的話 就可以按下一步 來到這個部分 上傳相片 需要正面的全新近照 用JPEG圖像 然後你可以加選擇檔案 按下之後 它會有一些相片接受的例子 給你做一個參考 之後你就可以在自己的相片圖庫 或者即時拍攝相片都可以 拍攝相片的方法 有很多種 不過我想分享一個 我自己的小提示給大家 這個是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首先準備一張相片 然後按相機 然後我會把它調整兩倍 然後把手機慢慢向下對準我的相片 把整張相片包圍在你的手機的傳畫面 然後就拍攝 然後我再看自己的相片 然後就準備放入這裡 好教大家怎樣用 把相片是未能夠看到我整個面貌 於是我們可以自己調教 你會見到藍色那條bar 是可以調整相片的大小 把頭像置於框裏面 這樣就可以了 當你覺得都合適的時候 就按抗應 然後把相片很快就貼上去 變成JPEG的相片 還要同意複製上載照片 記住要剔掉它 然後按複製 我把相片就已經複製上去 下一步 來到步驟四 提交申請 都是對回自己的個人資料 地址的部分 電郵 相片 然後有聲明 記住打開它 確認你的資料正確 尾聲了 應付金額 80元申請費 之後就是以致方便簽署 你按進去之後 它有一大堆文字寫出來 然後按以致方便簽署 然後開啟 就去到另一個版面了 確認今次簽署的機構 是運輸署 然後我的文件是申請國際車牌 然後確認簽署 已經成功簽署文件了 其實你立即在手機裡面 看到畫面 它會用email的形式通知回來 記住看好沒有問題 去到這一版 叫做成功簽署文件 即時在電郵裡面 就會收到聲明 去到第五部分 繳付費用 記住是80元 選擇方式是信用卡 銀聯 PPS轉數快 如果你是用手機去申請 千萬不要選PPS 是不行的 好 看完所有付費的資料 沒有問題 就準備按底部的繳費 它會立即轉了第二個版面 香港政府一站通 之後就正式付費 將你持卡人的聲明 卡號到期日安全碼等等 提交成功 付費成功之後 很快又收到另一個email 寫著確認申請國際駕駛許可證的通知書 付費成功 做齊這五個步驟 其實你就按助家中等收訊就可以了 我申請的日期是9月17號 到9月25號 即是8日之後 它就說你的國際駕駛許可證申請已經批准了 在翌日即是9月26號 我又收到一個通知 是國際駕駛許可證發出通知 許可證是以掛號郵件寄出來的 而且也有香港郵政網頁的查詢 之後在9月27號我就收到一封掛號信 因為我不在家 最後我就在9月28號去了郵局拿我這個牌照 在整個申請的流程大概用了20分鐘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又不需要親身去運輸署排隊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而且將來我的車牌如果到期的話 逐牌又不需要去運輸署 在網上辦妥的已經可以了 我的牌到了手了 如果大家都覺得這些資料很有用的話 不妨去分享給你其他朋友 今天要分享的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VTi Channel 下次見 拜拜 麻煩大家給點鼓勵我 讚好 分享 留言 免費訂閱 這裡是VTi Channel 退休亞太日子 多謝 拜拜